今天是最後一場 感謝大家 最後一場 連續一下沒有出去狂歡 陪我們一起度過折辱 最好的點是 我聽說題目這樣 比較理解 有貧困使人病 從貧困時代 邀風時代的清靈處境 每一個月最後一個禮拜 我們是由 臺灣健康女學行動協會 我是林市長 我們來舉辦這個自由活動 其實我們關注的就是不平等的議題 那貧困 貧困一直都是 貧困會隱藏健康 當然會 窮 人 病 往往都會掛在一起 那有一些貧困是因為結構性的因素 包括剛剛人講說22K的議題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一場其實 我可以從幾個事件來談起嗎 好幾年前出了一本書 一講日本的叫《寧困》 《寧困》 那本書呢 因為他前程寫的 《念色的功德一定要幾個人聯絡計畫》 他深深影響了一個人群工作者 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不要以為不需要 當族的人都有力氣走到裡面去向你穿住 當他沒有力氣走到裡面去的時候 我們要設法把它寫進去 那就是他寫的那本書 《講日本》 《講日本的這個問題》 《太景春的問題》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前陣子我也推薦了一本小說 日本的小說叫《年輕人們》 有沒有聽過 也請給找來看 《年輕人們》裡面 他在日本的書名叫做《東京難民》 《東京難民》 他在台灣翻圍的年輕人們 那我在推薦那本書的時候寫了一句話 我說 想回國公平 不要讓出戰絕望的那個失望的 不要讓乾苦的人在失望中堆積絕望 那很多年輕人就是在這樣 有一些人在討論 那最近幾年前我們也有一本書叫《孟世代》 在講台灣的 有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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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的一本社運主板 那最近也有一本書叫做《貧富世代》 那我梁蓉是我的好朋友 梁蓉到大學 梁蓉到大學 對日本以前搞共運的 所以他對勞工運動 對一些問題 對商量勞工的問題 事實上一定有他的敏感度 要去留置的 然後對日本的相關的也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是一個對話 台日的對話 從日本的經驗 包括這兩本書 這本書裡面所提到的事情 以及說 那我們是不是有面臨清明蘋果的問題 有沒有聽過草莓族 有沒有聽過草莓族 有沒有聽過水蜜桃族 有沒有聽過山聖族 這三種東西很容易一碰就壞掉 對不對 很容易就壞掉對不對 這些都在表述哪些人 哪一個族群 年輕人 對不對 這是我們指責年輕人的一個話 我們這一代的人 開始指責年輕人說 年輕人好高霧野野高手低 對不對 先求有再求好 對不對 這些話你都有聽過 對不對 他說 那我們要想要去解決 怎麼去面對清明蘋果的意義 我先給大家一些提示 請問一下 誰比較容易長期失業 什麼叫長期失業 長期失業是你是去找工作 找的一點都找不到工作的人 你覺得誰會比較容易 大叔 你為什麼 就是 我這樣比較公平 大叔 大叔每人都被職場丟出來對不對 然後高不成低不就 然後在職場裡面封閒 但是 如果按照台灣的統計數值 42%左右的長期失業 除去是7年 也就是說 長期失業 不再是 中年失業的一種現象 而是普遍存在在職場裡面 那 當然日本的情形到底怎麼樣 我們雖然我們今天講說 疲困死人病 不好意思 最後一天快跨了 還叫人家談那麼嚴肅的議題 那楊榮他幫大家整理講說 爭脫青年平坤之求 喔 我還急著很悲情喔 從日本的新山見到新山下流 因為 你問一下下流應該是這本 因為 要討論這本書的另外 他的另外一本書叫做下流老人 你聽過嗎 那 好 那我就 把時間交易來容 我要讓楊榮來跟大家 聊一聊 日本的情形 那當然 我相信他也會帶一些台灣的情形給大家 因為他其實還蠻了解的 他在教導動法 他 也很了解台灣的情形 那我就掌聲 歡迎楊榮 我是主持人 大家好 很高興 又再次來到木澤 那其實一直到昨天 我一直認為說 我可能應該沒辦法做PP 所以直接緊張 壓力很大 就想不到 YPP做的時候 做不是張 所以我想說 今天大概要講幾台PP 那 這幾天 這個聖禮拜 都要處理不同的議題 那個 上禮拜是要處理那個 那個過勞的問題 就是那個職載的問題 因為 今天一開始 就是 那個去 那個 老公公 他們那個 老公公的職載職員 職載職員 然後呢 每兩禮拜 都要去跟醫生對抗 就是要去跟醫生去爭辭說 這個是職載 然後呢 那個 因為我們有 四個醫生 四個醫生 都不是職載 然後 因為 真實的辦 我就 上個月很火大 我就開始去研究 日本的那個詞 在如何認定 然後呢 想說 不要寫太大 就寫了 快六萬次了 然後就遇到那個 科技部的計畫 科技部大家知道嗎 我們這個 那個 前面不是一個笑話嗎 說聖誕節快到了 然後說 他們說 聖誕節 有沒有什麼計畫 有很多計畫 科技部計畫 所以說 然後 又停掉了 然後呢 剛好呢 上禮拜 那邊剛好是 那個有一個案子 是中高齡 所以這次 我這次 中高齡的事業問題 中高齡的怎麼事業 中高齡怎麼辦 然後 那個 有人突然說 弄一個 清零的一個事業問題 然後呢 那個 還沒回過神來 然後 昨天突然一家電話 說今天要講那個 那個 餘工的問題 前陣子不是一個女工嗎 不是那個 餘工的 然後呢 就是一個廠家子 然後呢 一個 想說 因為之前 我花了半年時間 在做那個 船員勞工的問題 我想說 好 這個 就難得幾位 結果呢 那個 早上去的時候 那個餐被電爆了 因為 因為那個 參加了 很多的團體 認為說 那個 船員 好 上次就是那個 餘工的傳言人 要適用老機把 然後呢 早上我去的時候 我想 大概也知道 他們要適用老機把 可是呢 我又不這麼主張 我認為要適用傳言把 這樣子 然後呢 可能在解釋的部分的時候 也沒有很清楚 那個 很多團體聽得快分檔 怎麼 可以說 不是適用老機把呢 那其實 傳言把 其實是 適用更重要的 然後 然後 講完之後 回去 寫完科技的 計畫 然後呢 趕快把這個 做出來 那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 人生好累喔 然後 一天在做這個 然後我就 自然回想說 我從年輕一直忙 現在在忙什麼 那其實我也 我在年輕的時候 一直判過很多領域 判過很多領域 然後也練過 練到幾個學校 那 其實後來 慢慢也覺得說 其實我感覺 我在講這個 在寫這個 影片的時候 我就好像在 想我自己的 過去的一些經驗 那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講說經典的疑問之求 其實是我在 看這本書的時候 哎 文本書沒有帶來 我本來也開始收 不曉得中文版 那我就去看字文版 然後看了半天之後 我想說 哇 這個有連一個中文版本獎 然後我要再看 一邊那邊看 這個不錯 這個黑方義也很蠻有事的 就是他這樣翻出來 然後 他其實裡面有一個小故事 就要講說呢 親民的被 就是 被囚在一個小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所以我才可以講 那為什麼講 新三經跟新三下流呢 那其實呢 其實剛才 其實 都變得很 平分世代 平分世代 就是 本來就是今天 有人跟我講是要講 就是說 青年喔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 平分的世代 那 後來 有人說 他有一個崩世代 我說 他有一個崩世代 那其實呢 前面呢 還有兩本人 在日本都是很長孝書 在那個青年的這個 平分世代之前呢 其實呢 原本很 很流行的書 叫做 下流中年 那其實下流中年呢 其實更早的是 更有名的一本書 叫做下流我老年 然後 後來我就 覺得說 講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應該是 要講青年之前 要先講中年 可是中年之前 你要講老年 後來我講 發現說 那其實都一樣 我就是 老 中 青 都處在一個下流時代 然後我幫你講說 你 不管你是 年紀多大 你不管怎麼流 流來流去 不是在下流 那後來我講說 那我叫從事教育幹什麼 教育不就是要是 怎麼樣 跨越階級嘛 對不對 教育不是在階級流動嗎 我們想說 是不是台灣有一定 要變這樣子 你的 其實教育呢 不能是階級流動 你流來流去 都是流在下流裡面 OK 那這樣呢 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本書呢 滿有意思的 那 我在想這本書的時候呢 然後呢 知道過去自等 有兩個很有名的一個小故事 我不曉得各位就知道 如果查一下就知道 一個叫 一個 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 有意思 這個傢伙 他呢 那個不想念書 那他就後來就好像沒有畢業 然後他就覺得說 人生怎麼那麼無聊啊 為什麼人生生下來就是 就是拼命要去賺大錢 他覺得這是一個 很莫名其妙的人生 然後他就不想要這樣搞了 然後呢 他就跟他爸爸說 他想要去那個 世界旅行 然後就開始寫給他的車 然後呢 他身上呢 沒有多少錢 聽說 經書出發的時候 他五千塊五塊日圓 然後呢 就開始那個去 他就滿有世界 然後他就 現在聽說好像滿有世界 而不是結果教的 他身上沒有任何的 那個電器用 電器都沒有 然後呢 那個就是 他就是 用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想要去 環遊世界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在日本 引起很大的一個迴響 那想到這家媽媽祂 我都想到我以前 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剛到北海道的時候 第一年 然後呢 那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想要去那個 北海道的北邊 北海道的北邊 就是日本的紀北 我想要去紀北 看一看那樣子 然後我就去報名一個 Homestay 在那個 在日本的紀北 一個非常 偏遠的一個 靠近俄國刺客海 小時候我們常看 那什麼俄國刺客海 有沒有 我真的看到俄國刺客海 俄國刺客海 的地方一個Homestay 然後呢 因為那個 那個時候的 Homestay 很美好的那個 他們家裡的小女孩 那個小學又一起 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自己也不夠好 然後我覺得我跟他有點吵架 我們就練習很大了 然後跟一個小學又練習了 然後那個小女孩在那吵架 後來我覺得這樣也不是辦法 後來我就跑到那個 附近的很漂亮公園 那邊去 跑到阿米去那邊就是 因為Homestay要半個月 到我前面散散散散 結果後來我到了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 遇到 有一天就遇到就是 一群子年輕人 然後呢 四幾台車 然後呢 他們就停下來 然後呢 就 就是在那裡休息 然後呢 因為他們有那個廢棄火車 那我就看他們呢 那時候呢 他們在廢棄火車裡面 在那裡呢 就是聊天趣會吃東西 然後他們邀請我去 那我也覺得 也蠻特別的 那我也就去參加 後來我第二天第三天 到了某一天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齁 這十七二四個年輕人 全部呢 都是多母 然後呢 每一個人呢 他們都是呢 過去呢 都有一些 不錯的職業 然後他們就是 做了一定的 做了一定的時間之後 然後就不做了 不做了 然後就開車 然後就開始呢 就是 會 就是找他們那個 這個 他們的路牌 然後就開始呢 去補環這個 日本 然後克里斯道別遇到 我才知道說 原來 我遇到一名遊民團體 這樣子 然後呢 結果那遊民團體呢 這個 跟他們這樣相處快一個禮拜 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看到這個 我會想到說 哇 跟那個 當時我那個時候 文明團體那時候 很像 很像 然後他們就是 日本就是這個風氣 開始有年輕人呢 厭倦他們的那個 生活模式 厭倦他們的 他們的會 他們的企業 他們的公司 甚至呢 厭倦他們的家庭 OK 那這個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看過 今年 還有我們的電影 厲害還剩 那呢 這個呢 也是一個 就是呢 這部電影呢 其實呢 就是在講就是說 整個大別生 最後很貧困 然後呢 就是呢 當他就是 什麼都沒有時候呢 那他就發現說 到底人生意義是什麼 然後呢 開始呢 就是有 在思考 這個到底就是說 人生為了什麼 追求什麼 這個是 也是在這個一起很大 在回想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有一個 我們要去 那邊做 好 我來給那邊做 好 那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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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電章不重要 這本書 我先講一下 尤其就是這本書 疲困世代的這本書 它其實很有趣 這本小書 它其實都在講幾個小故事 可是那小故事 一開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可是我放到最後的時候 我有點覺得怕怕的 因為我覺得 好像 我應該親密去翻開 因為你翻開之後 你就不能不看 可是你看完之後有點悲傷 那就覺得這本書有它的魅力 可是越來越沉重 那麼我就把這個書簡單的來講一下 其實在講這幾個小故事裡面 其實應該都是 它都是真實的故事 那這種真實的故事裡面 其實它其實都在描述 在這種大都會經歷的一個處境 那我覺得其實都不是一種突然的個案 那其實在日本的那種都會裡面 那特別是在江東京大樓的時候 你都沒有這種類似這種 好像感覺是世界拋棄人 那樣的感覺 那像這個 那種神實在有這個一坦 這個 那麼它裡面的書裡面也有介紹 就是說 在公司裡面 那這等公司就是這樣 工作時間很長 那你會發現 工作時間長沒關係 你會發現人際關係又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們這個 每個都經經業業的 那其實呢 這個 又要去 很認真工作啊 又要分析好人際關係 所以說呢 很容易有壓力 但是壓力 大工作時間長了 就很容易有 怎麼樣 就很容易憂鬱 那一旦憂鬱呢 就容易怎樣 就容易過勞或自殺 就是日本人 其實呢 他講就是 很典型的 這一種 明輕人的 過勞之傷 那本來不下去 上次的東大畢業 東大法學畢業那個 那個女的也是 蠻經典的案例 不說經典啊 也是蠻悲慘的案例 一個東大法學部的 這麼厲害的教育 竟然在一個公司可以呢 最後到最後他呢 扑不下去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緊繃的一個 這個工作環境 那這個呢 也是 家庭呢 家庭呢 這個呢 他 其實這個應該是說 其實因為是 整個在家庭的關係 然後呢 他在短報紙上的時候 其實呢 沒有辦法 協見得不好 所以他是長期事業 那這個呢 其實也是在講 就是在整個 這個社會裡面 對於呢 其實很多的年輕人 那麼其實不是長大之後 才出現 很好的一個 這種適應的問題 即使在過去的時候呢 那麼呢 可能是從家庭的時候呢 那麼 有很多的其實呢 就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好的 也是長大情 那只是到了 這樣的一個 這樣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那問題給你重 那這個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 這個富田 那 他這個也是跟前面的案子很像 就是他描述他的工作呢 非常的 這個 就是負荷過程 然後呢 整個那個他的 一些狀況呢 到底已經都沒有辦法 去負荷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長時間的工作裡面呢 確實跟他的一個收入呢 確實在成為負荷了 那這個就是所謂什麼 所謂的黑心企業 那麼 或是所謂的什麼 Zungo Service 就是母料的加班呢 OK 好 那 另外呢 這個 忠爺呢 這個呢 其實他在講的是說 日本那個居住環境 年輕人沒有錢 那居住的環境呢 非常的髒 那這種環境裡面呢 其實就會讓人家怎樣 會對那個整個這個 世界裡面呢 會很怎樣 沒有希望 回來之後 因為他加班啦 回來就很晚了 也不能好好洗個澡 那也沒有人可以對望 然後呢 看上去的房子呢 這個 牆壁可能是張覽 OK 那這種情況 那其實呢 很難去怎樣 回來之後呢 有一個比較一個 可以休息 那其實 在日本 在大都會的小公寓裡面 就在這這種行事 那 這個case裡面呢 其實是蠻多討論的 這個case 是在日本過去 我看別的書 討論過 就是說 很多年輕人 那 他覺得他想趕快 趕快賺錢 那這個 這個裡面的女主角 她呢 她 她 近來就是不想要念書 然後她在打工的時候 她就想要趕快畢業 那畢業幹嘛呢 她趕快去酒店 那為什麼講酒店呢 因為她說酒店是可以不然會賺錢的 那為什麼要賺那麼多錢呢 因為她呢 被貧窮了 什麼樣子呢 嚇了 就是被 就是窮到怕了 那當然這個 其實呢 我覺得在台灣恐怕 會有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那就是說 你呢 想要用一個比較快速的方式 來怎樣 累進你的財富 那當然這個 就會跟我們剛才前面講的那個 YAMAHA那個三田 那個 是一個完全的一個價值觀 那但是其實呢 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其實 很多呢 是有同樣的處境 YAMAHA認為說 我因為很窮 所以我要拼命賺錢 還是說呢 我很窮 那麼我就不要去 怎樣子呢 有追求這個財富的一個價值 我就不會被保住了 所以 同樣的處境 但是呢 你是 要選擇怎樣子的一個道路呢 那可能是完全的 會讓 是重量不同的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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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那幾個案例 要做剪輯 那這個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為什麼書沒辦法好好念 因為沒有錢 那你沒有錢 那就好好認真做獎學金啊 如果獎學金之後 那麼就真的可以去解決問題嗎 那麼其實呢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不是日本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我那時候在剛回來的時候 我有一次 又回來 然後呢 就馬上被教育參加一個 什麼什麼的 一個大學教育的一個狀態會 然後那時候 我就當時的大學 還大的一個教育長 他們說 他們呢 一直有遊戲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他們問說 他已經連續好幾年了 那個清談獎學金都放不出去 後來我就發現說 喔 過幾點 還說真的嗎 這是這種情形 蛤 為什麼清談獎學金 清談獎學金放不出去呢 因為呢 你要找到 去符合清談的資格的人呢 越來越少了 那就是說 那怎麼 可是很多大學生不是都在打工嗎 OK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就是說 整個台灣的那個 在教育的一個階級上出了大問題 那當然喔 其實從一開始入學真實說 我們就會發現這問題 我還記得也是三年前吧 然後呢 就發現說 為什麼來真實的時候 都很難去找出我們想要學生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來真實的學生呢 都是長同樣的樣子 為什麼同樣的樣子 例如說呢 他整個成長過程 幾乎都跟他很類似 例如說 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呢 就去什麼 那個 日本 對不對 然後呢 到了那個 高中的時候呢 就去美加 然後到大學的時候呢 就去歐洲 然後你就會發現 然後他的這個成長過程呢 都很類似 好 玩起一個最有趣的 也是我們有一個真實 然後 我還很好 是我們兩個 四個老師吧 剛好是一個劉德 一個劉法的 一個劉日的 好 還有一個是劉德的 通常是三個老師不同的 然後呢 那個一個同學進來 然後呢 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的英文誠勢很好 他收給我們看 然後他說 他過去就有那個 有學的經驗 他真的有有學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 跟我們說 如果各位老師不進行 我建議的話 我接下來自我介紹 我可以用英文嗎 那我們就說 很歡迎啊 那你用英文之後 你要不要順便用法文 用德語 用日文 也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講說這個學生其實有點白目 就是說呢 第一個你不瞎解我們背景就沒關係了 那你會覺得說你用英文來自我介紹 這樣也比較加分吧 他其實是要告訴我們說 其實他是很有國際觀的 當然我們在用國際觀 但是你的國際觀是怎麼來的 是進行累積的 金錢這樣累積 可以累積國際觀嗎 金錢是累積你的國際旅遊經驗 他是累積國際觀 就是這樣回事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在台灣你就會發現 我們看到很多統計 那其實很多的大學裡面 打工的機會是越來越高 但是呢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在一些部分的大學 特別是在私學校 那這種打工的機會呢 那麼呢 應該是說呢 不是機會 而是必須打工 可是呢 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你要花很多次去打工 那麼你的學習是不是會很難 那所以說呢 這個其實假決筋 那 在日本來講的話 其實呢 就會覺得說 假決筋夠用嗎 假決筋是我可以拿得到的嗎 那還是我去呢 那就變得更快 好 那 像這個 也是很有趣喔 這是一家店 的下部下部 也差 這是一家店名 你說這個店還在 是一個連鎖店 那麼呢 這個呢 就是呢 他呢 就是發現說 他呢 有做不公平的一個對待 不公平的對待之後呢 然後呢 他就去 就像我們勞動檢查機構 他去做一個檢舉 一檢舉之後呢 結果隔天馬上呢 怎麼樣 把一個叫A到來 統合他 OK 好 那其實呢 這邊就是說 你真的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了 你真的有辦法去伸張嗎 那你檢舉真的有用嗎 那這個是 也是一個 這是一個 另外這個案子裡面 剛才我講的 為什麼要寫說 親民之求 寫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說 其實呢 不只是在一個空間上 在大都市裡面的日本的親民 他呢 他呢 不只是呢 空間上被求助了 那其實他的心靈也被求助了 那這樣的一個年輕人呢 在客觀上的空間 感覺呢 非常的怎麼樣 被 呃 就是被窒息 那其實呢 他的內心 他的心靈 也因為他對這樣的希望 那 並沒有很大的一個 把握 或者是說呢 沒有很大的一個樂觀 所以說其實心靈也是被求的 那所以說呢 那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的檢拘處 那也其實是一個 不只是客觀上的問題 那不只是一個拘處問題 也是一個心靈的問題 那你說這問題怎麼解決呢 那當然今天就有很多的 政策評估了 老實說 那這個政策評估 並不是我今天要特別想好好去講的 因為這裡面書裡面有講到 非常多的一些相關的政策 或是相關的解決辦法 那 我大概來講的就是 最新的辦法 我為了想說到 因為這個政策評估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安倍 查案那時候 已經是之前上來 那麼呢 呃 推出的一些相關的清理問題呢 已經呢 不是最新的 我為了去 看他這個最新的 我又去把這個安倍 就是 那個 他後來就是 大選領的時候 他突然突然出了新三件 有關清理的部分 我拿出來做了一個整理 待會兒陪聽各位分享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安倍裡面 其實他呢 在第一次的時候 他都覺得說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讓這個 經濟可以振興 他其實也沒有很有把握 那所以說呢 大家說呢 這個是我所謂的那個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裡面呢 不好意思 因為那時候已經是 頭暈點花了 所以說那個 我就是把這個字文 把他仔細繡上來 跟各位做個介紹 那其實 就是 安倍有三件 可是三件總共有分兩次 所以總共有六件 安倍有六件 然後呢 這個前三件跟後三件 他其實是有銜接的 那新三件的前面的部分 我就不多講 新三件的部分 那麼前面的三件部分 那其實呢 其實他的確是讓日本的經濟 有一點點的一個迴轉 那有比較好 那所以說呢 他那時候整個選舉一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要催那個後面的三件 那這個部分呢 他主要是在 對於有一個失業的部分 失業的部分 然後他希望能夠 一個怎麼樣 抑制失業 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後面的三件呢 就是他大選的時候 他偏出來 那這個後面這個三件裡面 其實這個部分呢 他有一個口號 叫做什麼 叫做一億種國月 為什麼叫一億種國月 因為日本的一億人口 他認為說呢 這個要讓全日本社會 所有的一億個 所有一億的人呢 每個人都很國月 都跳一跳 總國月嘛 那所以說呢 不論是老的 你是小的 你是男的 你是女的 你是怎樣的人 你都是可以很國月 這是他的口號 叫做一億種國月 那這一億種國月 是一個超級大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大的一個計畫裡面呢 他的基本上 他呢 這邊呢 大概有幾個重要的一個重點 這跟我們欠儀有關 所以我各位 讓我馬上來做個介紹 他喔 這個新的三件裡面 意見裡面 他是希望怎麼樣子呢 能夠創造這個經濟 他對我說 要創造日本戰後以來的 最大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目標 好 右牌照 然後呢 在這個經濟的前提之下 那麼呢 他呢 希望呢 解決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希望能夠讓日本少子化 能夠溢住 能夠呢 怎樣子呢 能夠控制住 因為日本少子化 如果沒有控制住的話 會連動到那個勞動力的問題 會連動到消費問題 那整個國家面往復甦 OK 然後呢 再過來是怎樣子呢 社會保障的問題 換句話說呢 他是希望透過經濟的一個成長 來解決少子化問題 來解決社會保障的問題 OK 這個是他的一個 新三界裡面的一個聯動關係 那麼呢 這個呢 為了要能夠讓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你不要能夠達成 他提中 提出來 他說 其實 非常重要是那個 所謂的 他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那個工作的模式 工作的模式 必須要有很大的改革 你工作的模式 沒有很大改革的話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創造最大的產自 你就沒有辦法去聯動到 少子化跟這個社會保障的問題 這是他的一個設定 好 那這裡的改革是什麼呢 工作改革是什麼呢 他提出三個 第一個 這個是同工同酬的問題 因為同工同酬裡面呢 不是只有講男女 還有包括講的是典型跟非典型 然後第二個 長時間勞動的一個改善 然後第三個 高齡就業的一個 高齡就業的一個 中高齡就業的一個 中高齡就業的一個 中高齡就業的一個問題 那想說 那這個東西怎麼 好像都看起來跟青年沒有關係 跟中高齡還算 所以我前陣子都要 一直在去參加很多中高齡會議 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日本他其實是要解決中高齡的問題 因為他的這個青年的這個部分 其實呢 他是透過別的方式來處理 他什麼方式呢 各位來看一下 就是這邊 他按安倍認為說呢 所謂新善進呢 是一個什麼 成長的政策 透過這個成長來處理分配 後來我想說 那這不就是張忠偉來問的問題嗎 我不想張忠偉是不是 看了新安倍的一個說法 他說 張忠偉說 那我們的分配 是不是你這樣子太強調之後 成長都出問題了 那那個安倍其實就在講 成長跟分配問題 好 那這個成長跟分配問題裡面呢 他這邊呢 有呢就是 他才除了那幾個方案之外 他如果說他怎麼樣去評估 怎麼樣去確認說 這個是一個好的政策改革 還有幾個所謂的評估的項目 包括什麼 你對小孩子 你怎麼樣國家協助他 還有呢 你怎麼樣子呢 對一個介護 特別是老人家 你怎麼樣去幫助他 還有呢 你怎麼樣讓中高齡的人 可以找工作 OK 好 然後呢 這個勞工工期呢 解決了 那麼你就要想辦法怎樣 把工資提高 所以他其實呢 是要怎樣 連動的要去把這個工資呢 要大幅提高 OK 那這個大幅提高裡面 特別是可以排行勞工 OK 好 然後再過來是最低工資的部分 所以呢 他的這個新的三件裡面 他其實呢 就是認為說 你呢 要透過工作的改革 工作的一個什麼環境的改善 然後呢 去怎麼樣子呢 帶動他的成長經濟 他成長經濟 切好了之後呢 那麼你去解決他的少子化 跟他的一個社會保障的問題 那麼這個 工作上的這個模式的改變呢 那麼呢 就是要提高勞工力 那這勞工力呢 要怎麼樣 能夠使得工資呢 他能夠提高 OK 所以說呢 這個圖我就不多講 這個圖不是太小 他其實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中間 中間那個 實施的那個 叫做經濟 那個工資總和 那其實這工資總和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 他希望能夠透過勞動力的提高裡面呢 提高他的工資 好 這個就開始慢慢找到重點 因為工資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台灣也是面臨到低工資的問題 而這低工資的問題呢 其實呢 也是清理最大的貿易 所以他想嘗試透過這個方式裡面 然後提高他的工資 這是他一個很重要的 我講的分配 這個 好 OK 那 這裡呢 剛才我們是不是講說 那這裡呢 你要怎樣能夠去呢 就是說呢 要解決到就是說 小孩子這個生下來怎麼辦 因為這小孩子生下來的問題呢 在日本他們政府的評分認為是說 為什麼小孩子化 因為你不申嘛 那為什麼不申 不敢申嘛 為什麼不敢申 因為生活太苦了嘛 養不起嘛 那怎麼讓他養得起呢 對不對 那麼呢 年輕人敢申呢 那麼他們會認為說呢 必須要有一些 怎樣的呢 政府的一個介入 OK 所以說呢 這個呢 其實呢 呃 在日本裡面喔 你會發現說 他們的青年的問題呢 除了在工作以外呢 又很大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跟台灣生產很像 他們認為說 自己都養活不了了 你幹嘛還要去害下一代 所以我就被我生了 所以政府說 那你不是生 你不是生的話 你想想整個國家的 要動力供給啊 動力供給沒有改善 那麼我國家的一個什麼 總生產就沒辦法提高啊 總生產沒辦法提高的話 我就沒辦法提高什麼 提高我的一個工資啊 所以它是連動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 核心問題就在這邊 當然你可以批判 你可以講說 到底這個安倍這個有效嗎 我還記得我去年 去年吧 我找了那個 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日本的勞動法學者 現在在那個民國 叫做那個 和田 和田呢 他是日本的勞動法學會會長 然後我去年找他來 政大老公主演講的時候呢 他就是在批判安倍 批判安倍的那個 安倍經濟學 他出了一本書喔 RO做批判非常激烈 那其實我也知道 就是說 他為什麼不同意 因為他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其實呢 是 比較是for capital 的 不是真的for labor 的 但是呢 其實你不贊成 但是你也不可以否認 但是你也不可以否認 的確 這個安倍他們 他們以他為主的這個 肉塊蛋體 那麼呢 的確是想要解決 這個年輕人的低工資 跟他們不想生小孩的問題 好 那 那 在這裡面我講就是說 他們呢 為了要去解決 好 不想生小孩的問題 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案 就是所謂的 年輕人 怎樣能過去 讓他們顧用安倍 他們能夠改善 所以說 後來我在 研究 那個安倍的新生技 那個新生技的時候 我開始研究到最後 我發現說 原來喔 他有一個 最後面一個 非常核心問題的 他們其實就是要講的是說 我怎麼樣提高我的一個什麼 我的產值 像那個 沙培斯坦 就是 服務系產業的生產跡象上 就是我怎麼樣提高我的這個 他們的那個 的產業 特別是服務業 只要提高 可是他也很重要的 我只能讓年輕人 他不用安定 他才發現說 這個是其實是安倍一個 後來為什麼能夠贏 後來為什麼安倍能夠在地方上 他的在年輕學票 能夠拿得這麼漂亮 我再猜啦 不管他最後結果是爭光失敗 的確他這個呢 的確是讓年輕人覺得說 好 相信人事開他 就是他的一個政策核心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很多的部分我就不太多解釋 因為他為了就是 要去真的去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他有非常多的相關的配套桌子 行政命令 然後開始說 這個年輕人 的僱用安定要怎麼做 然後呢 具體的一個 辦事是什麼 對策是什麼 職業訓練要怎麼做 還有職業介紹要怎麼做 開始 講這個非常多 然後呢 對於他的一個實際上呢 這個 思磨造成的困難 學校的教育啊怎麼做 從開始 教育一直做做做做 怎麼 這是整個連動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邊我怎麼多講 包括 那個學校怎樣 跟那個 求職的一個機構 跟 跟求 跟要求 就是說 那個一般的社會 還有政府的那個 求職的這個介紹的機構 怎麼樣做個連動 好 那這個 怎麼樣這個 產業 怎麼樣提高它生產 就有多講 這是從經濟方面的 好 總的來說 不管是贊成 或是你反對 所以 安倍呢 他的那個 第二次的新三件 他有一個 就是講的 一種活躍 那一種活躍 要達到什麼樣子的 一個社會發展呢 他說所謂的 那個 酒席子的 上職 就是 上流社會 所以為什麼 我的標題就是說 為什麼 前面出了三本書 有三個下流 可是呢 安倍帝出來總活躍呢 是說 我們要怎樣子 讓我們社會呢 要怎樣 讓你 每一個人都很活躍 然後呢 都可以緊急上流社會 OK 那我就不想說 到底呢 這個是一個 可是可以成功的一個案子 但是他的確是 就是預估了就是說 在那個 在2020年的時候 他的希望能夠整個社會裡面呢 全體公司 能夠大幅提高 那麼呢 雇用機會要大幅上升 這是 那個安倍 我想 如果他2020年 比如說2020年 大概2019 或2018年年底 這個效果沒有出來 安倍主要下台 一定要下台 因為這是 這是 這是自民黨 最後 這是他宣稱的 日本戰獲以來呢 最大的經濟目標 他們要讓整個 日本的那個生產 達到最高峰 透過這樣的經濟發展裡面呢 能夠去處理他們社會寶藏問題 如果沒有做到 他應該是被你殺的不可 但是他如果做到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 會引起很大的一個 世界上的一個注意的 因為 這是 因為現在其實 很有趣 因為日本他從前面開始 他開始大幅的 他的企業大幅從中國撤走 那到撤走之後 他們都很大問題就是說 沒有靠中國混得下去嗎 如果是真的是 能夠拿到 就是所謂的 一億人做活躍 能拿到剛才我們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發展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 非常特殊的一個模式 就是說你可以不依靠 全世界最大的工廠所在 然後呢 你可以呢 有辦法呢 大股的提高你的經濟發展 這是一個 蠻值得注意的 那當然 這邊我們講就是說 極變如此 可是呢 從前年開始 距離之道今年 那麼呢 一直呢 很多的一個 日本的社會 或許是你可以說的 所謂他們的 講的 這是一個 下流社會 那其實應該正確 還叫做底層社會 應該是說底層 下流就按底層 所以說呢 他們就在講的是說 那 過去是什麼 好 有點在底層社會 然後呢 會把我翻身 然後慢慢的往前推 到中年 那現在是到青年 那到底呢 這樣子的一個底層社會 它到底是怎麼結構 怎麼形成的 那麼 安倍沒有辦法透過 新三界裡面 所謂的 一億人總活躍 對不對 然後呢 達到你的一個改變目標 嘛 那 我看了很多的那個 日本的評論 那個很有趣 日本他那個 他其實還有 他有一定的那個左派圈 那很多的左派圈 就在諷刺 安倍啊 他說你的一億總活躍 他說 恐怕不是吧 你是一億總下流 就是 不管你是什麼年齡 你是什麼身分的人 每一個人都在底層 其實下流是底層 所以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 這一種 對社會發展的一個關注 所以如果說 可以 就是說 你有在看那個 日本的那個 政論節目的時候 其實這些問題都要談幾個 他們的政論節目都要談幾個 他們的政論節目都要談幾個 就是說 到底我們是要總投願呢 還是總下來 就是說 你是要把這個社會能夠呢 真的改變社會結構 這是個結構問題 還是呢 你真的 只是要把這個 怎麼樣 原來的一個 這種底層的結構更加恐怖 這是個完全不同的評論 很有趣 那我換句話說 你是真的呢 怎麼樣 讓貧富呢 可以呢 可以差距減少 你真的可以多到 比較合理的分配呢 還是 你只是要讓有錢更有錢 沒錢更沒錢 OK 這是一個對安倍的一個政治理念 一個完全不同的一個評價 但是 我們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 類似我們前面秀出來的 老重心或在下國社會裡面 這樣的一個書呢 不斷出來 而且呢 其實受到社會呢 相當大的一個注意 好 我還想嗎 想到這個中間 你看 書都好嗎 走啊 可是我後面就忘記了 如果PPT被修出來 我真的 因為都是在那個 辦在一半型裡面 把這個PPT做出來 可以再往前嗎 可以再往前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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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一張就好了 可以下一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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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沒有 OK好 好 那前面這段講完日本的部分 我要講台灣的部分 那我當時 我在想說 他那部分話怎麼講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要談台灣的部分 是比較能夠跟大家對話 可是我想說 我覺得我會不會太過苦慣 我也不想說 是不是可以 資訊在清延的一個位置上來談 這樣 後來我說這樣 我覺得 不同 所以我就 找了我一個學生 他也是我助理的 我講他說 你現在 你有什麼樣子的 對年輕人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呢 後來我就把那邊說 他還敢說 這個蠻有趣的一個小故事 那你覺得台灣設的怎麼樣 那他談談之後 他就說 其實我看我可以 怎樣 現實說法 後來 他現實說法就是 他又有ETV給我 這樣子 所以後面這幾張就是 ETV就是他做的 然後他說 其實我只要描述自己就好 所以呢 其實他寫說 製作網隊長 那其實呢 就是他把他自行的生活經驗 把他的憧憬寫出來 那麼 還跟大家做一個對話 那 這位同學呢 他打工經驗非常的豐富 他從高中開始打工了 他犯了很多工作 他現在在打工 一個禮拜二三天 在 在 在 那個 咖啡店 好 那 這邊 他這邊有寫到有請的 就是說他 經常 遇到問題 或是打工出去 他們遇到問題 例如說 把健保問題 他最近也在跟他 他們的那個 老闆呢 在進行非常 看起來 好像是很激烈 那其實 是很 很 假裝若無其事 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 抗爭 就是說 他老闆呢 把他們這一群的 二十幾個人 沒有加入到健保 當作沒看到 OK 他說這個問題 要怎麼處理 因為呢 你一開始跟老闆講 很可能 你也不用加入了 因為呢 你可能就會在店裡面 你想要在店裡面 有這個工作 是你有寫完的保健房 當然 他說 不是他們店的問題 很多店都這樣 也不是店的問題 是很多年輕人家打工 都這樣子 說為什麼 你有假戶的保健房 因為他們的咖啡館 還不是很小 已經有這個員工 二十幾個人 為什麼 二十幾個員工 不是五個人 上了嗎 為什麼 因為加入到健保呢 那 OK 吃飯不能算工作時間 OK 吃飯不能算工作時間 吃飯是休息時間啊 對不對 那麼呢 這個吃飯怎麼樣子呢 可以當在工作時間嗎 但是呢 其實吃飯他們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吃飯都是非常倉俗的 吃飯是怎麼樣的呢 是在搶時間吃飯 那麼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裡面 你可以說吃飯是休息時間嗎 OK 好 那其實一般打工 其實常常就是這樣子 你的一個吃飯的時間 其實是不能好好吃飯的 好 那我們換句話說呢 你也有可能是整天的 你都沒有休息 OK 那可能就違反老氣法的規定 那是可能因為是怕太多了 所以說呢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感覺到說呢 好像呢 你這個確定的部分 那麼就我們也按照 一般的老氣法來做 他就打工的 經常做的東西 行不行 好 那 OK 那這個是讓他覺得 在寫這段影片的時候 他呢 他覺得 他覺得寫得非常心酸的 好 那 那其實我的助理 其實 其實是個正妹 那 他說 你老闆怎麼這麼說 他說 對啊 那個 那個 因為我那個助理 他是比較 就是 健康型的 然後那個老闆不需要健康型的 然後 就是其實這個話 我說 那如果說是真的 這樣的講的話 就我會把信訊做平衡 OK 好 那這種東西 我們就經常聽到 OK 好 那這個就是打工的聲明 OK 還有呢 租 租 租物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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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說 哇 這個呢 覺得說如果說以後 畢業了 還需助加班勤 他就覺得說 好像覺得 也蠻辛酸的 然後他就看到說 那個檢區組 他說對啊 台灣其實不是就很多 都是檢區組嗎 其實不是從畢業 而是從還沒畢業就是這樣子 OK 好 那 那 從小拿師長講 到長大後 我們畢業就好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他從小拿師長講的 然後呢 為什麼到大學之後呢 能夠PASS就好 OK 那這個到底是說 是不是在你的求學過程裡面 求學做為一個 什麼樣子呢 教育的模式呢 不能讓你呢 對於將來人生呢 從來希望 那這樣子的教育的意義在哪裡呢 對 那麼如果說是 教育只在拿到一個文憑的話 OK 那當然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教育 的一個意義 那當然說相對的 就是其實就非常佛弱 好 那這個就是 他就不會說 老師 這個 要去做勞工現場 他說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學校的社團裡面 這個 他們去做的一個 所以他去調查分析啊 他說他講說只有在綠藍色的那個點 很小的 就中間那個藍色 是怎麼樣 是合法的 他說藍色以外全部的都是非法的 我說真的嗎 他說真的 他說呢 這個其他的都是怎麼樣 都是在 就是 完全就是 要嘛做非法 要嘛做非法 這個 保護保險條例 就是 我還記得 他寫完這個之後呢 我都突然想到說 欸對 前一天 我才剛剛登記的同學 在福正大的附近 附近的 一個 這邊的料理 隔室 一個學生型的這邊料理 在那邊吃飯 然後呢 隔天 我進來就 看到那個 報紙說呢 就是去檢查 說他們呢 這個勞動檢查 他們就是不合的 那學生 還把那個新聞的 就是 跟Paul給我看這樣子 我說老師 看我們去吃的地方 被他問檢查欸 我說怎麼那麼興奮 他說 哇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很可惜 我們都一直以為 想說怎麼檢查 檢查機構假如都沒看到 我想說 是因為這樣做出來的時候 馬上就要做檢查 OK 其實 我想不是只有正大附近 應該是全台灣各個學校都是這樣 有一次印象我最深刻的 我記得我剛回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高層教書 在高大教書 然後呢 我教授我要講這件事情 然後就有個同學說 老師 你說這個最低公司 我們根本就沒有 我說真的沒有嗎 他說真的 那有一次我真的覺得 好 我就 那個因為我們那個高大的層中 剛好有那個 一排 一排店 每個店的前面呢 有很多攤子 那攤子裡面呢 都是賣雞排特別多 我就有一次真的是磕一停下來 然後呢 我想說 這個 問一下賣雞排的 到底你們工資多少 結果呢 我停下來 那一家的雞排 剛好很巧是我學生 然後 老師 剩下秀了 我說 我不是啦 我是 我是 我是為了要問一個問題 才能買雞排的 他說 那不是問題 我說 到底有什麼事 我要錢這樣子 然後他就往後看 然後我說 他就看到老闆有沒有在外面 那時候是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九十 那時候應該是多少 應該九十五 那時候 我說 怎麼差不多 他說 沒有辦法啊 他說我們這一排裡面 每個民家都這樣子 那麼多 我說你要要求到 那個基本工資 那恐怕 就馬上就會來地補 為什麼 因為呢 那一排 那個是最靠近高大的 可是呢 在五月的地方 還有高科大 跟那個什麼 跟 叫做 跟海事有關的 高什麼大 反正高雄說是高什麼大 跟海事有關的 有三個學校都是 都在附近 他說 我們這個雞排 都是學長學姐傳下來的 那如果說呢 你呢 要是不想做了 或是要是怎樣 你要想提高工資了 你一走 馬上就為人更新 就為人來地補 但是我覺得說 發現說 其實 當然 看到這個 知道說不是政大問題 應該是全台灣 很多都是這樣子 後來 我有一個朋友 在 黃甲教書 他說 他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算是小 case 因為你們店太少了 你看我們那個 黃甲教的店 我們店這麼多 我們店密密麻麻 那個看起來比較好看 那個 這個排 全部都是喝的 那我說說 其實這個問題 應該不是一天 應該這事情很久 都是這樣子 好 這個是 那個同學做完 明明知道 他呢 傳說老師這個 我的自動呢 那個 讓你感謝我的老師 就跳過去了 OK 那 這邊呢 其實我看到幾個新聞 做的話 你大概也知道了 台灣蟲蟲組 是一個大問題 那麼呢 異性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一個異性理念 你看到 就是說在國際上 那麼台灣其實是異性的到 非常有名 那麼呢 我們就發現說 台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 那其實呢 絕對 不是什麼 什麼經營資深 就是其實就是 非常廉價的導動力 你看到這個廉價的導動力 其實呢 是一個什麼 所謂的經營生活 經營生活 我記得還有一個經驗 我覺得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想看一個節目 那節目叫做什麼 就是地上的心 漢字叫做地上的心 那地上的心 NHK的節目 我每個禮拜都會去看 因為很感人啦 因為它那個地上的心 它每個禮拜播一次 然後呢 它每次播 它就一個主題 它來講的是日本戰後 一些重要的工程 它的一個工程的完成過程裡面呢 那個 從事這個工程裡面 他們當時的團隊精神 例如說 我好幾次看著說 他們有一次在報導 日本喔 那個有一次呢 建立一個Case 要做一個電梯 那個電梯 因為那個是非常高大了 然後呢 電梯呢 當時必須要突破 當時世界最快速度 然後那個那時候 那個報導的時候 那個節目介紹的時候 他就把當時工程師啊 還有相關的一些工程人員呢 然後全部都找來 然後他們連結都很大了 然後就跟大家講說 你們當時你知道 突破那個技術的 那個都在講 當時誰誰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呢 這次還發生直在事件啊 然後 你說都很 壓力很大 也很辛苦啊 然後呢 譬如說它有一個 建造一個全世界最長的橋 最長的橋 然後那個橋 它怎麼樣建造 然後那個 涉及到一些 一些數學上的計算啊 物理的問題啊 每週都在報告這樣一個主題 可是那個主題很有趣 它一直在 就是給觀眾是說 我在講這個工程 不是我在講這個 這麼困難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建設呢 其實呢 我是在講這個過程裡面 勞共的意義 所以它不是在講 是說哪個公司 哪個老闆很有錢 然後怎麼樣子能夠 這個 做了一個 全身最快電梯 你做了一個全身最長的橋 不是 整個節目裡面 老闆都會出現 都是在講 是當時從事 這些工作的一個 勞動者 他們怎樣子呢 就是說呢 在當時那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克服了總統的一個 技術上的障礙 當然那看的時候 你會感覺 你會覺得說 在那些 這個 在那些勞動者身上裡面 你看到他們 做一個人的價值 那麼藉由一個工作 那麼去連動到 整個社會的發展 那是社會發展過程的意義呢 也能夠展現在 這個勞動者身上 當然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報告裡面 你會覺得說 好 你是覺得這個節目 是一個for labor 那台灣不是 台灣很多的節目 很多的媒體 其實是很for capital 的 他講的是一個 一個事情的完成 怎麼樣是在一個資本的積累上面 來去完成 那麼我就覺得說 其實在台灣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過度於美化 這樣的一個資本 他的一個貢獻 OK 那這個也是最近 因為剛才在做這個PPT 我就跟他說 這個是真的很慘 就是符合今天的主題 就是 貧困 不是只能生病 貧困會死人 真的嗎?不想活 OK 然後呢 是一個年輕人他失業了 他爸爸媽媽當時想說 如果我的兒子能夠找到工作的話 那我們就要走了 因為呢 不要讓這個兒子找到工作之後呢 他還要養我們兩個老的 其實我那個兒子 都一直都不到工作 然後那兩個老的說 那我們就跟他走 OK 所以說這個其實就是很悲哀 其實我想說 可能搞不好台灣這個社會 底層的這種情況 會不會越來越多 我看這個新聞有趣 這個新聞 因為是非常大的情緒 這量大的情緒 跟很多的其實 早期日本這種情況 非常非常類似 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早期的新聞 2011年 但是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非常不爽 因為那個時候 剛好呢 那個4月29號 你知道嗎 那時候剛好是呢 交勞動法 交到那個工資的部分 然後我就覺得說 台灣的工資還不夠低嗎 你為什麼就是 作為一個行政機關呢 行政機關 或者是這個行政機關補助 那麼既然去交企業說 怎麼樣子呢 把這個受募者的薪資再壓低 OK 那當然 這個其實各位可以想說 那這不是台灣的普遍現象嗎 對不對 台灣很多的那個 每一個人拿到的錢 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的薪水裡面 到底什麼樣是真正的工資 不知道 那就是跟你一筆錢 那實際上的工資呢 是拆成很多部分 那很多部分是什麼 就是無理在家裡 其他的一個勞健保的雇主支出 或者是在你有其他 例如說 只在巴士的時候 或退休的時候呢 能夠的怎樣子呢 以比較低的一個薪資呢 來去怎樣 來去做計算 那這個是台灣的一個現象 那這邊我看到了不久前的一個新聞 2014年 那慢慢看到說 那這樣一個低系裡面呢 其實企業是有不住人的 那這樣的一個企業有不住人裡面 那麼到底呢 是什麼原因 那他這樣企業 就是說 受僱者的薪水會這麼低呢 那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像這裡其實能 老師他也講到 他說 因為 因為你企業你其實沒有在培訓人才 企業裡面在培訓人才 那你沒有在培訓人才的情況之下 那麼 怎麼會讓人家想要留下來 OK 那 台灣其實呢 這種企業不願意去花錢 去培訓人才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非常嚴重的 我講一個例子 我在 我在日本有學的時候 我記得每次 我們那個 上Semina 他們都上Semina 然後上到大概 大三上完之後 他們都是 例如說 一個Semina都會上兩年 蠻多兩年的 就是大三大四 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上勞動法Semina 那就可能大三上完之後 大四就上 那我就覺得說 怎麼到了大三上完之後 大四上學的時候 我都進來看有些人沒有來 原來還會去就職 我都說 你們就就職了 怎麼那麼快 他說 是不是都這樣啊 我們差不多大四的上學期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要去就職 那是就職 不是真的就職 是內定就職 好 那我分了什麼內定就職呢 因為他說呢 你去 如果找到工作 那麼企業呢 他會等你畢業之後 才開始真正就職 可是在你還沒有畢業之前 如果你是被內定了 那我企業呢 他就會給你每個月固定給你一筆錢 就是你能夠去打工 你就好好的學習 但是你的學習啊 學什麼呢 你必須要跟我們公司聯絡 所以你必須要每個月 至少或者是每個季 你要來我們公司呢 跟我們開會討論 那我們公司會有一個告訴你 就是我們那個人事訓練部門 會告訴你說 你呢 要學什麼 在你畢業之後 你要馬上能夠銜接 OK 好 我們不用說就職之後 其實在就職之前 那麼日本很多的企業 非常普遍 他們其實會對於就是說 我們要用的人 怎麼樣去做一個適度的培養 那我們台灣其實不是 我們台灣一直有一種 政府一直跟我們的觀念 就是說呢 你怎麼樣子 趕快畢業的時候呢 就可以找到工作 那意思是說 你怎麼樣選擇一個 怎樣比較熱能的科系 或是說你怎麼樣的把自己 訓定的更厲害 然後你出去馬上做工作 OK 那其實呢 整個從小到大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那個政府 根本就是在為企業在做 所謂的一個怎樣 人力的培養 然後這個專業人力的培養 那其實公司的成本是非常 他的支付 他對人士的訓練是非常低的 OK 好 那各位看到沒有 那其實 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 那我在台灣這邊呢 我人沒有辦法做到培養 那我薪水又低 那我幹嘛 留在這裡 那所以說呢 在 可能不是你們 而是我的三一代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在念大學 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就發現 哇 台灣的那個資本 開始在為 可是那時候 我在研究所 我是念 勞工研究所 我就想說 資本的為 其實是一個 勞動市場的為 換句話說 那個時候 我就看到 我們的大一代 很多人就開始 那樣子 把錢呢 這個 到中國去投資 那其實呢 各位想想 這個投資的這個動作 其實是在怎樣子呢 是在 縮減整個 在台灣募動的努力 所以我們每天 每天都看到新聞 什麼這個 惡心官場 在台灣 那時候就有了 每天都有很多的那個 什麼抗議 什麼那個 資險被沒有鋪 退休機沒有 沒有腳 就很多 然後呢 我就發現說 這慢慢的 不只是說 資本 他呢 到中國去 台灣的顧問機會 減少人 而且我就發現說 現在是 怎麼樣 你資本過去之後 你要把人帶過去 所以說呢 開始我的上一代 開始投資之後 然後呢 我的同學 開始有去當台幹 因為人要過去 要去那邊做協助經營 然後我再發現說 最近這幾年 過去的都不是台幹了 過去的是 怎麼樣 就是一般的生活 所以你會發現 這二十年來 變化多大 其實呢 整個就是說 我在這裡面看到 很多 做他們研究 他們就說 他們說 他們覺得說 那個 這個 不只是在做中國而言 包括台灣而言 你把台灣的勞動市場 跟中國勞動市場 視為統一的勞動市場 這個在國際上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你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勞動市場裡面 它的一個 就是流動的阻礙很低 其實呢 就很容易讓資本移動 那你資本移動的結果 其實就會加速 這個 在台灣裡面 雇用機會的上市 那雇用機會上市 你就會 加速 會把這個勞動力 特別是青年勞動力 再往過去 再吸走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問題裡面 我慢慢就覺得 大概情形會越來越嚴重 那到底這個 是不是一個不所謂的 國際化的現象 OK 我是值得有 值得探討的 那這邊 也是看到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說 那人才的外流 會越來越嚴重 那其實這個大概就是 已經相關統計很早知道了 那你說 那這個問題怎麼辦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這個青年來講 到底這是一個 新的就業機會呢 還是說是 一個呢 新的一個 就業上的一個黑洞 OK 那當然這個是 對於整個career 有不同的考量 那麼 但是不管你是怎樣考量 其實呢 你的一個求職 它其實會牽動到你 整個 值牙的一個規劃問題 像我最近 我一個同學是 就是說我跟你說 我同漢同學 去當台幹的 然後呢 他大概前陣子 就常常回來 我說很常回來 他說 他說 在那邊的 他的受戶的 那個台上 的那個老闆死了 那是一個 一百多一個公司 那死了之後呢 交給他的兒子 結果他的兒子呢 不太喜歡他 他說他也不太喜歡他 那兩個就是互不習慣 他說想要回來 然後他回來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糟糕 他說他回來之後 第一個他發現說 他為了跟我聯絡 然後開始他用難 可是他說 啊不行 我現在做了一個人而已 他說 這個事情很大條 說對啊 因為你在那裡快二十年了 是幾年了 所以說 你會發現你在台灣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有一個重新建構 就是維埃羅 你怎麼樣 在台灣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公主 這個是對來 一個很大的挑戰 好 那最後呢 我想要秀這個 就讀的 老師說嘛 你不要弄 可別是喔 找了好久這樣子 這個 不是一般的那個統計裡面 那有請很多的老師 跟同學幫忙 找這份資料 為什麼資料這份特殊呢 這個有點 有一點點跑不掉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裡面 的那個 主機 主機廚房的統計呢 是以十年 做為軀殼的 然後動部的統計裡面呢 他是以五座做軀殼的 這個資料裡面喔 我一直想要去確認 青年的就業問題 所以呢這邊 其實左邊那邊 是一個15到29歲 15到29歲 所以各位你們在 網路上裡面 我們是從那個 主機出貨的 是然後動部裡面 不太容易看到 15到29歲 其實呢就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 青年 的就業問題 那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一下 你看這裡 15到29歲 15到24歲的事業 是12.31 那麼呢 那個 15歲到29歲裡面呢 那個 稍微占了 到8.93 這個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異呢 後來我聽他們分析啊 說因為 22歲是大學畢業 所以說呢 22歲的話 其實是整個台灣的那個 青年就業最高峰的事情 那麼你大概經過三年的磨合之後 慢慢就會去緩 慢慢去緩 所以說呢 在 22歲畢業之後 那麼呢 一直到24歲 那其實是一個呢 就是在就業上面 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一個階段 或者是說很容易呢 就是沒有辦法安定就業 那大概過了三年之後 然後大概過五年之後 到29歲之後 你就會發現 慢慢就會 就會緩和下來 OK 所以這邊 各位看到沒有 我這邊 所謂的飛夫 飛夫是就只有20到24歲 這邊的死年率是最高的 下面就是20到24歲 這個是這個 這個統計的一個 批理 好 那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特別是自由的小 很抱歉 這個頭髮是因為我當時很好奇 我想說到底這個 台灣的哪一些 在這個行業裡面 是比較長的 所以剛才有人講說 是不是這個工作不好長 OK 我跟各位講一下這個 這裡 這裡是一般的 一般的 那這裡是大學 大學是這個統計 是指的是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做統計 那 各位看到沒有 就 一般 跟那個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會來做比較 那麼呢 這個前面有點 有點 有點 那個有點擋到 那麼呢 他這邊就會有分 不同的 不同的 一個行業 那麼 其實這邊講是一個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他的那個 薪資的問題 那 呃 這個 這個線很好 應該是這個線在這邊 那這個圖呢 就是 呃 在這邊看就是說 以那個 效果自己來講 我是從事教育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 然後呢 這個是 金融保險業 那這個差異在哪裡呢 就是說呢 從事教育服務業的 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薪資的發展 是非常低度的 然後呢 從事呢 金融保險的 薪資發展是非常高度的 他這裡呢 就是一般的話 的那個薪資裡面 那麼呢 就是 一般來講 平均是六萬多 那 對於金融 從教育服務業來講的話呢 那麼 特別是那個大學畢業 是非常低的 換句話說 我們不要看一般平均的 同樣是大學畢業 金融服務業呢 就是大概快四萬 教育服務業呢 只有兩萬四萬 然後呢 越後面的時候呢 教育服務業呢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成長 你知道嗎 可是通貌現金的 成長就很快 OK 其實 這個是不同行業 我只是當時想說 我很好奇說 這個不同行業 比較怎麼樣 後來這個 就 就陪你跟我說 他說 這個證明就是說 你是怎樣 你投錯啊 就是說 你不應該投入教育服務業 因為教育服務業呢 是 進來受薪水也低 然後 後面他的薪資成長也低 OK 那當然 就是說 你會發現說 其實呢 這個部分看得出來 台灣呢 在整個勞動社會裡面 或是在職業社會裡面 其實我們對不同的行業之間 那麼 就已經變成是 他的一個 心事所得 變成是 這個是學生個人也好 或是家長個人也好 那我們的一個 怎樣的一個指標 就業的一個指標 那當然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畸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 你會發現說 那這個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結構 讓我們某些行業裡面 他們特別的 可以有比較好的發展 那 當然這個是每個人的解讀不同 那 有些人解讀說 其實呢 像是金融保險 某種程度 台灣社會裡面 某種帶有一點投機性質的行業呢 其實呢 他是很容易有賺比較多錢 那 為什麼這樣 比較有投機性質的行業 不就是也因為的風險比較高嗎 那意思是說 這個解讀是說 在台灣哪些 有一些行業 像金融的保險 你看起來好像是 有點 就是 他帶有一些投機 可是呢 他其實是 風險 在台灣社會裡面 其實風險沒那麼高 那當然這個部分就有人想說 那 教育服務業 就是那個嘛 不是老子最多嗎 不是公交人員嗎 那其實呢 這個其實公交人員的一個 不同的行業 其實也差異難大 教育服務業 不是只有老子而已 那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這個圖裡面 講就是 卡列上裡面的 台灣的一個 不同的形式的發展 好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剛才 舉了這些相關的這些資料 我想要回到 會說 到底台灣的清零的 這個就業的問題 是一個新清零的名分 還是一個清零的名分 後來到最後這場的時候 我也想很久 我也看了很多資料 就是說 嗯 是以前我們沒有遇到嗎 所以呢 是因為時代的發展 那現在的年輕人 那麼不同於我們 是你們 新的清零 你們的一個處境呢 還是說呢 其實呢 是一個什麼 皮膚差距的結果 是 有些特定的簽名 他們必要的平衡處境 好 這是一個 嗯 不同的提問 那不同的提問呢 其實也 有隱含著不同的一個對策 所以 到底我們要確認的是 這樣的一個時代裡面 整個經濟發展裡面 結構造成的 年輕人 現在必須要 比過去年輕人更辛苦 還是說呢 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 其實是個 怎麼樣子呢 特定的青年 那麼呢 他們遇到一個 沒有辦法去 怎麼樣 突破他們處境 的一個社會發展 大概這邊 就是簡單做這樣一個提問 那後面部分 我們想過去 特別為主席 好 我們謝謝梁榮 請給點掌聲 我現在在掌聲 因為他 這個 行書就是蠻血汗的 他們到那個時間 就要被科技部計畫 就是跑了 他昨天沒有睡 他完全沒有睡 所以 但是他提供了 非常多的日本資訊 其實我大概 我剛才提到 我從業讀裡面 去比較解釋一本 譬如說 我剛才提到 有幾本書 其實有一本書 反正這本書裡面講說 能夠躺著睡 睡覺是怎麼不幸福的事情 這個是日本青年的 日本青年的一個狀況 你們第一個懂這句話的意思嗎 你是說 他們沒有辦法住房子 他們只是在網咖 有一家椅子 他們坐著睡覺 或者 就是在街邊 他引出的問題就是 就只好無法回家過年 就只好你要 在東京的公園 用炸棚來做這樣的生活 還包括什麼 包括 年輕人 年輕人的那本書裡面 叫 日本的青年 就業困境 那一開始 剛剛有人講說 他在藥業工作 上次我們在辦一個藥 人體試驗跟階級的 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就問大家說 有試過藥的幾首 他試藥根本是青年 那我也同樣問好了 在場有試過藥的幾首 去做人體實驗 請幾首一下 這絕對是青年貧窮的一個所以 絕對是一個 他可能 為了改善自己生活 找不到的一個 解決的方法 那請問在場 你沒有人氣試過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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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滿好賺的 滿好賺的 絕對比打工 但好賺 你會選擇這樣的一個方法 當然跟 你會評估一下說 我們在本年 儘管會有體力 比較健康 所以 又可以賺的比較多 然後 有一個非常豐敏彈簧的理由 想說 吃藥就在醫院裡面 然後還可以看書 還可以讀書 還可以做功課 還可以 還可以做功課 有一個同樣的一種 樣貌 貧困的樣貌 台灣的 台灣的 青年的 失業問題 有沒有嚴重 從剛剛講的資料裡面 是嚴重 有多嚴重 如果你跟OECD的國家來比的話 兩年前我上課想說 好賺錢 僅次於義大利 現在呢 比義大利更嚴重 也就是說 我們的失業率 三個月的失業率 是三點多 3.89 有沒有嚴重 你只要比較 歐洲國家 12到20的失業率 一點都不嚴重 但是為什麼 青年失業的問題 特別嚴重 也就是說 失業人口裡面 青年佔失業的比例 其實是全世界最高 好 全世界最高 好 好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再加上一個低薪的狀況 公司帶的議題 剛剛梁龍所提到的 安倍所要解決的問題 的少資歷化 你們這兩天如果看 看新聞 少資歷化 這議題已經對台灣的 整個社會的反思 台灣有將近 一百多個科系 是完全照顧到學生 今年 今年 火炎入血是最嚴重的 那當然 2001 2001 我們全世界的 生育率是最低的 什麼樣的情況 是造成青年 不敢的生育 好 那你要往前推 我大概 花點時間講一下 以後 我們就進入給大家來討論 你們在好伯村嗎 記得這個人 好伯村 走了 1989年左右 1989年到1990年左右 隔了一陣子以後 台灣社會出現一個問題 是什麼 隔代 教養 對不對 現在呢 叫生育罷工 台灣短短 二十年 二十幾年來 二十幾年來 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 變成非常的快 那青年失業 跟青年的 就業的 這個混沌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再加上說 剛剛梁柔手 講到那段時間 我都 一往私立立在目 1997 1996年 我幾乎不留在街頭上 那當然是台灣 官場歇業 惡性官場歇業 最嚴重的年代 我幾乎不留在街頭上 幾乎不留在街頭上 幾乎不留在街頭上 跟官場工人的抗爭 上風露術 在街頭上爭取 法律應有的權益 那青年 當然 在服務業 佔整個總體的 就業人口 趕緊百分之七十的情況之下 服務業又是一個 低薪的狀態 特別嚴重的一個組織 那照什麼結果 那是今年 現在整個整體的 這樣一個青年就業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再舉一個數字 我們就來跟大家提問 請問一下台灣 新公布的平均行資在多少 有沒有概念 平均行資 不是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是 在隔兩天以後 叫2109 2109 2109 你不會聽過22K 22K是什麼 22K是政府放青年定的破盤價 不是只有全國電子有破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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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放青年定的就破盤價 就是22K 21009是幾本工資 是多少 三萬多塊 三萬多塊 來 四萬 四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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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五萬 五萬 四萬 我們接近了 四萬九千多 有沒有感覺 當然有啦 因為那其實是整個算下來 四萬九千多 有沒有感覺 四萬九千多算高薪嗎 算高薪嗎 好 我再舉個例子 我再舉個例子 如果青年就類的狀況 跟低性的問題 又特別嚴重 當然青年貧窮的問題 已經不只是貧窮 已經不只是窮嘛 而已 還窮苦窮累 到最後就過勞了 按照主機除了另外一段資料來看的話 台灣大概有將近百分之 六十八個人 欣賦第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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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下支益是怎麼回事 保守估計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受僱者 逼以免去欣賦 縱使是有所得的人 縱使是以工之所得作為主要的這個族群裡面 他的貧富差距是很大 懂為什麼 我們要很快速地解讀政府的統計數字 至少他是政府的統計數字 實質上的情形到底怎麼樣 應當別論 但是最起碼他的情況是 大概百分之七十五的勞農或受僱者 他的薪資是低於平均薪資 你覺得有點重 那當然他回過突然對於這個社會的反思 就是貧困世界主要提的 越來越多人因為這樣子而掉入貧困 而他可能面臨絕望 他無法去怎麼樣 他無法去找到一個希望 所以有可能有幾個不好的發展就是 第一個 那種 確知工作成立下業務 他不想去找工作 第二個 自殺力會不會成這樣 有可能會不會成這樣 所以這些種種的問題都是 我覺得今天 Python 應該是連假要開始 哇連開心的 給大家這樣的一個非常非常的 感覺起來有點悲傷的訊息 但是我們要不要認真來面對這個議題 包括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問題而產生的疲病交迫 如果我們再清理這個主權 我們怎麼樣找到屬於選 我待會兒就開放出來給大家來做交流 好那來 結果現在有沒有問題 要來跟楊榮 要來對話 好一位 來謝謝 哲午 哲午不久在 政大辦過這個專業流浪犯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怎麼在城市裡面做一個流浪犯 今天在談說台灣很窮 那我在想說 歐洲是不是比台灣很窮 歐洲流浪犯我剛剛從歐洲回來 那幾乎流浪犯滿街都是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這個窮的標準在哪裡 那如果說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他必然有失業力 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他必然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那現在我們在談論這個22K這個問題 如果說我們告訴這些年輕人說 22K不夠 那麼如果你並沒有去理解說 一個年輕人要如何去讓他的開支變得更少 如果說他賺了錢 可能要到運領域去買一件衣物 可能那件衣物就已經差不多22K了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無限上綱的去告訴年輕人說 這22K不夠 那麼如果從法律來講的話 這的確是不夠 剛剛那個老師有講到說 那很多所謂的這個逢甲夜市 他們都沒有那個所謂的勞保 請問一下資本主義 所謂馬克思主義講的是說 勞動的異化 所謂勞動的異化 就是說你賺比我多 那麼我把 你把該賺的錢黑到我口袋裡 那是產生異化 那如果說兩個很多NGO的這個團隊裡面 本身他可能他就沒有賺錢 他還給那個學生垃圾可以 那是不是學生在異化NGO呢 我想這是一個不同的情況底下 勞動的情感如果是很可貴的話 即便你拿11K你也會拿下去 所以我想今天我在想說 哲武辦過專業流浪看 然後今天從這個制度面來談 台灣的貧窮 台灣的失業率很高 的確台灣有很多的健保牢房 那是可能歐洲生一次病 可能這一生基區全部都會沒有的 我在談說 其實是在某種方面 是不是我們其實從這裡要談一個答案 就是說其實我們是不是 我們到底怎麼了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怎麼了 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謝謝 好 這個待會再請他用來回答 來 還有沒有問題 各位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的問題是 就是說老師剛剛講得很清楚 那我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我想 老師從日本方面來談的話 我想請問家老師就是說 您認為日本這個下流它是趨勢還是一個排擠 也就是說安倍很明顯是用右拍的方式 用擴大再生產的方式去處理分配的問題 但是這是一種假處理分配的問題 那可是事實上 如果從他的觀點來看 他應該是認為 日本的下流它是一個趨勢 也就是說 中年老年 它都是一個下流的趨勢 所以青年 它因此也成為一個下流的趨勢 而不是一個排擠的問題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就這個部分來看 老師覺得台灣是如何 因為前面老師談到了這個部分 比如說 您的學生有提到兩個 一個是無良的庫主 一個是無良的房東 那這個部分 那剛剛那個讀書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的產業的結構 事實上 服務業佔了70% 那會不會這個產業結構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覺得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討論到 那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貧窮如果從食衣住行來看 那貧窮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在我們的居住在面上面 那當我們沒有居住爭議的時候 它很多的花費 它都會變得更多金錢 但是我們如果純粹從勞動的狀態來看的話 就是我想問的問題就是說 您覺得在日本 它純粹是用右派的方式來處理 那台灣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思考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勞動跟社會問題 謝謝 後面的分享 我們就這段以後 我們就請楊潤現在做第一波的衛應 有 有 有 各位 我是請教教授 台灣 台灣像勞金法 或整個制度 像一粒一休 最近就在講這個百貨公司的小姐 醫院的護士 沒辦法真正拿到這個一粒一休的那個 實質的加班費 我是覺得整個政府制度的設計 它應該不能把勞工推到第一線 就是說從稅制上面來改變 比如說增加營業稅 或者說建立一個就業安定基金稅 只要你這個公司有員工來捲幾 那個稅率就往上調 然後你這個員工有上多久 就可以來領一個這個人才教育訓練會 這樣整個產業就可以帶動上來 就是說透過稅制來解決這種勞工問題 不能把勞工推到第一線 跟資本家這樣對抗 因為資本家會把整個薪資壓低嘛 就是說營業所得 故意掃報 就是說要透過整個制度面 從稅制方面來改變 才可能改變整個勞動現狀 謝謝 好 我們就是從社會福利總教做什麼 來公信 今天給我們就第一階段來做回應 我先拿一個比較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 日本跟台灣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 日本人是一個 有左 即便是左派 慢慢的勢力是比較弱的話 但是他的確是一個有一個一個左手的 台灣是一個沒有左手的 台灣會左手 台灣九次的 台灣會左一個 台灣九次的 好 這是一個根本问题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個呢 就是說 我 這樣營造業公務員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資本可以在台北不行 過去一個例子 日本它有多徵雇佑 台灣為什麼有 明明在過去 你的那個在日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時候 台灣是中治的殖民 可是你會發現多 你會發現到 在我們的台灣社會裡面 你要讓你的薪水提高 是你要讓你的職位提高 那你的職位提高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職位提高 你要透過套巢來提高 我以前我也不想 後來我等到出社會之後 或許在場有機會可以覺得 台灣是這樣子 你從A公司到B公司之後 你能夠從A公司到B公司 大部分都是說因為你有一個好機會 所以台灣有很多的獵人投投資 他會來台灣人講說 現在有沒有某一個職務 你有沒有考慮一下 甚至那個職務還會涉及到什麼樣子 經驗禁止 後來我就很驚訝發現說 如果某一個公司要去 要一個人 那麼甚至他把你經驗禁止的費用都把你付掉 所以台灣是一個怎麼樣 你會看他一個人 他的一個career 他履歷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會換好幾個公司 然後每塊一個公司 他的資金都要提高 然後他薪水都要提高 這個是台灣一個比較 就是說除了少數以外 比較正常的 就是說你的一個 所謂的往上流社會 或是說你所謂的薪資提高的方法 在日本剛好相反 日本他是說 你是終身勿用 然後他在7年內有一個叫做民工區列 就是說你在7年內 你呢 一定的時間 然後搭配了你的一個 工作職務 你的薪水會提高 那如果說你換了別的公司之後呢 你會很慘 因為你到別的公司去 不要說你找不到啊 你要去換別的公司之後 那個公司馬上就是怎麼樣子 打電話到你公司來 結果說這個怎麼了 是有問題嗎 那這個不是在求職的時候才這樣 在你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就是這樣 要把你的業縱也一樣 我印象中 我那個時候 到了那個論文最後階段 差不多三個月的時候 我老師突然生病了 為什麼要生病 老師喝太厲害了 你不要掛掉了 然後呢他就住院了 那時候我就馬上這些 我不是論文我根本不知道 他得到我論文 那個就是比較空檔的時候 那我去咖啡店遇到我先輩 然後呢 那個我先輩問我說 欸明天你去嗎 我說明天去哪裡 他說明天 明天是老師的出院的OEYE 就是明天出院的慶祝啊 我說慶祝 老師是有住院的 他出院 我說對呀你不知道 我說是呀 那我就說那我先趕快 因為他知道他進入是那個北大附屬醫院 我說那我趕快去看看老師 我說在日本的話 你晚上是那個大概五六點以後 最晚最晚七點 是絕對不能進去的 你更不可能進去 現在快要七點了 換句話說 你只有剩下半個小時 然後你進去 然後老師一大早明天就要出院了 你就去什麼意義呢 那都不要去了 我就說沒辦法 結果隔天 那個隔天啊 我們是那個在那個 就是慶祝老師的那個 那個那個出院 出院還是要喝 最好是在那裡去求婚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我就坐在那個門口這樣 然後我老師一進來 哇很多人 然後看到我 他說 說林先生啊 你知道我在住院的時候 你知道我乾脆什麼嗎 啊 我說我說我知道啊 對因為 你知道嗎 這個學生 特別是博士班的學生 其實最後關鍵說 最怕老師生的不正常 哎 老師呢 這個喝酒喝太厲害 然後他說 對啊 我就很擔心說 林先生啊 你還生三個多月了 對不對 我就很擔心說 我這個住院是不是 可以找你出院 對不對 你外皮膚要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老師真的出了什麼問題 你就算生三個月了 你就拿到學位了 那甚至你 從那個碩士 要面博士的時候 你呢 跑到別學校去 你都沒有辦法 你都沒有辦法入學 他們就是這樣一個社會 說他們呢 有量的一個比較特殊文化 那所以說這種情況之下 像這種 重生僱佑 在台灣社會就不是 那 當然啊 後來的那個 日本的重生僱佑 有點慢慢就是 比較那個 沒有那麼明顯 他們引進了所謂的 績效主義 或者叫成果主義 他會去選美國那一套 可是基本上 社會是這樣的發展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的感覺 就是說 好像感覺說 你只要好 認真的做 努力的做 那麼你就會有機會 你就會有希望 那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Case 就讓我們覺得說 好像日本的現在我一些 不是只有年輕人 包括我們做的中年也好 那麼那個 就是會感覺到說 好像我很努力 好像都不太有機會 各位 我記得我回國的時候的第一場演講 第一場演講 是在講那個什麼 那個 當時在那個 所謂的那個金融大公報 東京的 那個 東京的上野公園 有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派遣工作人員 在那個 過年前被解僱 被 被集體搭檔解僱 然後他們那群的人 不敢回家 然後呢 在那個 上野公園裡面 搭檔過 我記得我第一場演講這個 那時候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為在日本的話呢 你要是 就是說 失去的工作 是失去了全部 為什麼 因為 他們很多是 例如說當時那個派遣 其實是 很多是他們本來不是住東京的 他們是住北海道或住別的地方 然後他們被調到那個 東京來工作 然後在東京工作的時候呢 因為東京的房子很貴 所以公司會提供給 那個他們的員工的宿舍 然後呢 透過的宿舍裡面 他們會有他們的 跟員工 跟其他同事之間 的社會交集 所以呢 工作呢 是 代表了整個人生的大部分 那結果呢 他被解僱之後呢 然後呢 他不敢回家 為什麼 因為呢 他覺得說呢 不是他不敢面對 而是他不適合他的家人 或 太大的一個煩擾 所以說他寧願不要回家過年 然後這種人很多 最後 最後聚集在 那個上野公園裡面 然後搭帳不破年 OK 那一起 日本社會的一個關注說 怎麼會有這群 中聯下流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發現 OK 那其實 從那個時候我們看就慢慢發現了 那個 日本 開始對那個整個經濟的那個 的那個回應啊 那個調控的 一直越來越弱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撐起 中山主流 所以我就是這個問題 可是台灣不是 台灣常常就是說 我到達一個地方去 我想說 欸 海陸其他家在工作 那麼很多人 在現在 我們在講那個 勞動保護的時候呢 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被老闆搏削呢 馬上有一個回憶說 飄坐就好了啊 這是最常聽到回答 就是說 你會覺得說 啊 老闆這麼差 好 那 你會想到是說 最好的被運方式就是說 我能夠拔起來 我不是被老闆搶到 就是說 最好的方法是 你能夠 你能夠爬到別的地方去 OK 好 那我會是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 勞動社會上的 一個 意志 不同的 另外我要說一個更大意志 勞動政治上的意志 也就是說 勞動政治上的意志 說 在台灣裡面發現 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整個不是在那個 政治上面 包括在經濟上面 的政策 你會發現 並沒有左右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說 沒有create 出左右的 母同的一個力量 那麼 到底是什麼力量呢 當然不是左派力量 全部不是左派力量 所以這種 全部都左派 全部都是右派力量的 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 就是 那個 在很多的 這種 雇用關係上面 那 你會發現 你 只能去 就是 往不要去對抗的方向 來去 思考 因為你的對抗 你發現了 你沒有法 你的對抗 是沒有一個支持的 當然 你說不是做安全沒有啦 其實我們今天在這邊就是想要去 累積那樣的一個基礎 那樣的力量 但是的確是 力量差一點反而 那我剛才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 在整個 兩岸流動市場裡面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雖然 我不是念 我不是念經濟的 但是呢 我 我 我其實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記得我快畢業的時候 那有一次 我遇到一個 北大經濟學部 一個唸馬克思老師 因為很奇怪 因為日本很群日本的經濟 他們經濟 現在比較好 還會唸一些所謂的量化經濟 大概看 長一段時間呢 他們的經濟學部 都實在唸馬克思啊 都在唸經濟思想師啊 這很有趣 我去的時候 我提過我前輩 因為我們唸 我們唸勞動法的 對不對是北大 北大是主派大學 那大勞動法叫主派人 然後我就說 我說在北大裡面 那個 那個 那個馬克思誰叫最好 然後那個前輩跟我講兩個人 一個老師呢 是在經濟學部 一個老師贊同學部 哼 沒有去 兩個非常主題都有名的 全台灣 全日本有名的 他們經濟都是在教經濟思想 然後呢 那個 當時的老師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他說 立正你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到底 那個 從台灣到中國去的資本的移動是多少 然後呢 資本移動所設計到的那個 那個勞動力的移動是多少 後來我那時候會這事情 真的回來台灣調查 而且還問了很多的政府官員 我發現 沒有統計 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統計 我們真的不知道說 我們的那個 勞動力的那個 的那個 變遷是怎麼樣的 一個發展過程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個事情 因為我認為說 在我過去我上一輩的父母時候 他們一直認為說 我現在變老闆啊 那麼我今天我在台灣 我沒有辦法過去變老闆啊 可是呢 我到對外去就有辦法變老闆 就是我在我上一輩的父母的時候 當然我在更上一輩的時候 他們會有說 一直打拚 大人家 一定有辦法變老闆 可是在我父母那一代的時候已經很難 因為那個機構就越來越恐怖了 他們覺得說被被逃給很難 一定會對外去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到了我們這個同學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不是被逃給 就是說你要民國生活的好一點 好 那麼好一點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那要到對外去 可是呢 這種形形你就會想到說 如果今天我在這裡 因為我的勞動條件不好 那麼呢 你不會想到去透過 這個社會的一個變革 讓自己的勞動條件變得更好 你會想到 讓我到對外去 那麼現在的年輕人呢 現在去已經不是海幹了 根本就是送路 那你就會說 我在這裡呢 感覺到覺得好像22K 我去那裡馬上怎麼樣子呢 不是22K啊 馬上是40K 50K啊 OK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說呢 那個 不只是在那個資本上面 包括在勞動上面呢 你會發現呢 有一種可能性 有一種可能性 有一種可以讓你呢 去 逃逸也好 轉換也好 發展也好 有希望也好 就是說 當你的一個社會的目標 或是你個人的career 是非常capital的時候 非常是以資本做取向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 那就趕快往裡面去了啊 那 那 只有一種可能是 我即使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是我沒有機會 我只能留在這裡 那這個情勢就不一樣 還有一種就是說 我不是這麼想 我覺得不是人生 不是自由之分 那可能你也會這麼想 可是台灣偏偏就不是後面這樣 台灣社會是一個 很capital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 思想社會 然後偏偏呢 你又可以 你有機會可以討論 你有機會可以轉換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部分 那其實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很多的一個 就是呢 以政府你想要去介入 以政府你想要透過國家管制的方式 來去介入 勞治之間的關係 這一種呢 在這種勞動企業上面 你會發現呢 國家它的力道越來越弱 為什麼 因為呢 就是四百黑八公 它資本呢 它的那個 全球化之後 它資本的位影呢 它速度更快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 現在看起來好像 因為那邊對岸的那個 心智已經比較提高了 比較提高之後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了 所以呢 可能會發展一點 但是在漢長一段時間裡面 你會發現 伴隨了全球化 那麼呢 資本的位影很容易的話 那其實呢 那個 因為的一個勞動環境 或者是說 在文化上的一個相似性 所以呢 勞動也很容易 所以說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呢 不但是 沒有辦法呢 讓這個 在都用關係上裡面 有一個比較強的拉力 甚至呢 它反應在政治上面 也比較不會有一個 像其他國家那樣的一個 左翼的力量 那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沒有左翼的 一個勞動政治的可能 那麼 就不會有一個 比較是 for labor 的一個政策 包括勞動政策 我認為整個是這個結構問題 跟本性結構問題 那剛才問到 有一些 就是 那種個別的現象 我是 我是認為說 有時候是 那個 個別社會的問題 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經常看到 那個 在這個 我認識了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 他很有趣 他們 那個 例如說 他們那個 看到孩子大了 他夫妻會商量說 我們要不要去感冒院 日本的那個社會 父母 父母 他們 會比較願意 去 就是說 來 面對說 是不是我老了之後 我 不要去跟小孩子住在一起 我要過獨立的生活 甚至我去養老機構 他們 很願意接受總統這樣的發展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的那個 長照的那個 政策 或者是長照機構 或者是介護相關的制度 發展速度非常非常快 因為他們可以接受 他們會覺得說 不需要透過有下一代 來去複養他們 那我是覺得 在台灣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 感覺起來 就是說 是不是在一起找他們 我不知道 那照情況之下 在日本的話 就是 因為會不會下個有老子 因為是有一些人 沒有錢去機構 沒有錢去機構 就是說 那台灣的話 其實呢 不是說有沒有錢去機構 台灣很多是因為呢 他本來做標記機構 然後呢 他有沒有錢 然後呢 這個 家裡有沒有資源 就是沒有支持的一個提醒 我覺得 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說 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 在 個別的現象上面 我是覺得說 有文化上的一個差異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有說 剛才有談到說 那台灣的這個 這個青年的就業問題 我有一次 我在日本 遇到一個西班牙 一個很好朋友 他是學藝術的 然後呢 他在日本待事情 那我就說 我就要回去了 然後他說 我問怎麼要回去呢 他說 因為他說他回西班牙之後 我根本找不到工作 他是一個那個 把德頂大學的那個藝術作品 然後呢 跑到北海道大學 來內衛學部博士 然後他拿到學位之後呢 他說他不想回去 因為他說他要工作 那他說在日本的話 雖然感覺那個 不太好找 可是呢 不會非常困難 那麼我不曉得了 我會不曉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 在台灣裡面 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的那個 學藝的這方面的 他對於就業方面呢 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條件 我是覺得 感覺起來 要像歐洲這麼嚴重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這邊的話 在學藝方面呢 應該會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是不是將來 會不會跟歐洲一樣 我們知道 我們是在列子的觀察 好 我想 剛剛有非常多的說明 有人講說 日本是一個 有法替的社會 只要你 從被就業丟出來 你是一路丟到底 一路到底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 可怕的一個事情 那台灣當然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台灣失業率最高是什麼時候 有史以來 2008到2009 2009應該是最高 6.13 有史以來最高 我無法想像 我無法想像 如果台灣沒有兩種制度 我們怎麼樣去過過 那一波的高失業率 第一個就是 1995年開辦的 全世界保險 第二個是什麼 2002年開辦的 失業保險 如果沒有這兩個 所謂的 社會保險的制度 台灣是怎樣 安然度過 那樣的一個 6.13的 失業率 一個進行 那 今天 非常感謝梁榮 提供給大家 非常多日冷的一個資訊 那 我們就要再回到 講說 今天520的時候 還記得嗎 蔡董董在就職的時候 特別highlight 特別去強調 他要解決青年異性的問題 他有沒有進行 第二天 第二天其實媒體大概都來問我 他想說 針對一個統計數字 其實大蘇異性的問題也很嚴重 那大蘇異性的問題也不嚴重 真的蠻嚴重的 因為台灣是大蘇 不只是台灣 其實全世界各國大蘇的就業的情形都很好 那 也就是說 低心普遍化的問題 其實是存在的 放在青年的這個族群裡面 他的影響是什麼 他的影響是 他漸漸的不想去投資 他漸漸的不想去讓 或者是說 他因為對生活的文望 而導致他集中了某些理性的決定 他這個理性的決定 可能其中有一個就是 不婚或不生意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回過頭來 他真的是會影響到 台灣未來的整體的社會進行的發展 我只要舉一個例子 當然 對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今年大學的入學率的低迷 就是四年後 我們的勞動市場的狀況 懂為什麼 今年大學入學率那麼低 五年入學 就是四年後 這批人出來以後 我們勞動力的缺口 那 在那個時候 我們往 再過四年 台灣整個造成的 整體的就業的狀況 會 會是 到底會變好 會變壞 這我覺得是 很值得是討論的 那當然第二個是講說 我剛開玩笑的 雪漢醫院 那有沒有聽過雪漢工廠 有沒有聽過 那現在已經不是雪漢工廠了 是一個雪漢經濟的模式 這個雪漢經濟的模式 是建立在 某個經濟發展的邏輯裡面 因為經濟發展的邏輯 所以它是以低薪跟長工時 做為 做為一個競爭的基礎 而 青年首長其衝的 掉在 現在比較大部分 窮市的服務業 都掉在裡面 更是 更是嚴重 更是嚴重 所以 種種的這些問題 都希望今天帶給大家的 包括日本的經驗 包括台灣的經驗 我們好好地思考 如果來解決這個問題 台灣的確沒有左派的問題 我以這個笑話 作為今天的結束 在場 有在台灣高速公路上 開過車的情緒 做一下 高速公路會開車嗎 我們在高速公路開車 請問要超車是靠左還是靠右 要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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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左 像不像台灣的政黨政治 只有要超車的時候才靠左 超完車優呢 馬上 連安全距離都無聊 都靠右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 就是說 當我們有悲觀的數字 也有些樂觀的 樂觀的期待 我們 收費 我們責務的 資深志工 想說 風世代 風世代 明年我們開始 就蹦蹦世代 到處蹦蹦跳跳 就是一億人佛藥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佛藥 那如何進改變 就是結構的問題 這是我們一起去思考的 台灣如果還是以一心 做為我們競爭的依據 還是以長公子做為我們競爭的利益的話 那我相信 這問題是未來的二話 那 就讓我想到 有一首歌 一首歌 我會立足在 我在分析勞動部的資料裡面 我們的勞動力生產指數是接近 逐年上升的 我們比別人更認真 比別人更長聽 但是我們的什麼樣 薪資呢 姐姐敗退 那這種歌你們都知道了 對不對 阿基拉 對不對 我比班人更認真 對不對 這種歌有幾年來 這種歌有幾年來 差不多四十年 所以我得到一個結論 作為今天的結束 阿基拉是先知 阿基拉四十年前就唱了台灣 今天社會的結果 跟模樣 那我們就不要讓這個模樣繼續下去 好好來解決低性的問題 低性的問題 不足為青年 包括公事態的問題 包括貧困事態的問題 打一下廣告 如果樓上有一下獨立書店 如果有新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購買 那支持獨立書店 支持實體書店 支持實體書店 這個現在有點悲哀 實體書店變成是什麼 聽說變成網路書店的成列價 因為看完以後 馬上上網下標 因為價格肯定比較低 那實體書店 就一間一間的關 然後穩定就位就怎麼樣 一來一來減少 那當然不是 不是 這個 要求大家一定要下標 不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今天的青年 有關的貧困死人窮 或者是死人病 然後從青年 貧困世代到 都世代青年貧困的這個議題 它所導致的這個社會的結果 是希望大家多點關心的 當然 最後一個 請大家也關心 這個月 21號 22號 才要召開的民進改革委員 民進改革委員 不是會議 民進改革委員是將來 青年世代 對 青年世代的一個 重要的議題 不要懷疑 我們這一代 握於權力的議員 會激盡所能 從你們口袋裡面 把錢掏出來 那只要小心 我們這一代很危險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的 最後一個折路 我們來跟我們一起做的